老生常谈 三国时代,魏国有个名叫管禄的人。 他从小就喜欢天文, 常常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坐在院子里仰视天上的星星, 就连父母也管不住他。 管禄长大以后,就帮别人占卜预测未来。 一天,朝中的大官何燕和邓阳来请他占卜。 何燕问管禄,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苍蝇钉在我的鼻子上, 这是不是表示我要升官了? 管禄看了看何燕的神色说, 您现在的官位已经很大了, 很多人都怕您。 但是梦见苍蝇绝不是个好兆头, 你们应该向周文王和孔子学习, 多为国家做些好事。 邓阳在一旁很不耐烦地说, 你讲的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, 我早就听烦了。 管禄委婉地说, 老生常谈的话不可不听呀。 后来,何燕和邓阳因为干的坏事太多了, 最终被处死了。 以后,人们把邓阳的话概括为老生常谈, 用来形容所说的言论毫无一点新鲜的内容, 没有什么意思, 含有笔弃的意味。 有时也用作自迁之词。